摄林乡第三座水源纳谷墙正式启用了 经历了三年多的时间 摄林乡长王玫瑰 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洛彦林 感谢部落族人的支持 共同来解决目的不足的问题 让祭拜的环境也更加的人性化 G328号三座纳谷墙启用之后 秀林乡第三座纳谷墙正式启用了 5号秀林乡长王玫瑰 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洛彦林 副主席丁立方 秀林乡民代表黄福祥 王哲言赖伟祥 副坤祈福寺主席博江森 先府中祈福处副主任 先沿陈美莲 水源村长侯明辉 和水波仁主席共同来参与 秀林乡长文贵有感而发的表示 水那股墙推动的过程 也感谢主席们支持 带领的所有的代表 他们对那股墙的重视 远比以前更要看重 所以我们一直 一步一脚印 而且很积极的做规划 到执行到完工 所以我要谢谢 我们的代表会主席 以及所有的在座的 各位领长 领长在那里也很重要 历任的领长也很重要 还有我们的村长 我们先任我们的副主席 没有大家的同心 也没有今天的成果 所以今天是非常开心的一天 那我们的那股墙的贵位 我们可以容纳928个 那以后呢 我们每一年都会逐年编列预算 我们会鼓励我们在地部落的人 能够来申请取决 让我们的老人家 能够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在我们的贵位置放 让他们能够得到安息 当然最重要是希望我们的老人家 能够安息之外呢 希望能够回头要好好保护我们的部落 好好保护你们 也好好保护我们的家庭 所以幸福就是这样来的 一定要互相合作 一定要非常多的事情 是要透过非常多的沟通 我相信才会有很好的一个成效 所以感谢大家今天的历礼 更感谢所有的贵宾 对我们那股墙的重视 相信未来秀林会更好 更幸福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各位感谢修论下面 代表会全力的支持 各层村长 部落会主席 部落事务组长 和主任们支持 让一部落 以那股强的政策 能够得以实现 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